2020年3月12日,星期四,老象树林逊打问,人类觉醒将使各界生命重归和谐传导,莫尼克马修。 于法国洛特加龙省牛木之树下,译者,卢尹,译字其法文网站从天到地,地球人类,我向你们致敬,我也要感谢你们常来向我致敬,感谢你们来到我的光云中,也感谢你们带给我的神圣之爱,对植物界来说,人类的圣爱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这一点,微小族群已经告诉过你们了,而我也要告诉你们。 我不像人类那样具有思想,但我和植物界的所有成员一样,可以在振动层面上感知一切。 比如我能感知到世界各地焚烧着的植物们的巨大痛苦,植物们有爱的能力,是的,它们没有情感,但它们有一种爱的方式,或许比你们的更深刻。 它们没有情感,因此,它们所散发出的圣爱振动是完全平衡的,不幸的是,对植物界来说仍将有惨剧发生,甚至对动物界和人类来说也是如此。 这个世界正处于巨大的转化,巨大的进化之中,对你们讲话的我,也在自己的领域里进化着。 当然,我的进化与你们的不同,但我在成长,不是在物质中,而是在集体意识中。 我在自己特有的振动中,成长,我想告诉你们,我之所是将带来越来越多的安抚,当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尽心沉思,与我分享这巨大的圣爱时,我可以给你们很多的安宁,尤其可以给你们我特有的力量,以使你们能尽可能好地继续走自己的人生之路。 所有各界都应该生活在十分和谐的状态中,都应该互敬互爱,当人类懂得了这有多么重要时,这个世界就将完全不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在某些民族中,人们过去是与各界生命处于十分和谐的状态中的,有些人现在也是,万物都有其重要性,我就很重要。 我的根扎得很深,从我这里发散出一种极美的色彩,那是一种非常明亮的绿色,你们看不到它,但能感觉到它的振动,从我这儿还散发出力量,散发出智慧。 当你们于内在培养起觉之时,你们也将散发出我现在所散发的,我不能思想,我的行动意识与你们的不同,我的。 这个行动意识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我的行动意识仅限于我在与植物界乃至其他界一切存有的沟通方面所能做的,我们全都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不过目前植物界处于巨大痛苦之中,这痛苦当然来自于人类造成的污染,也来自于我们所感觉到的人类的痛苦,我们在振动上是与所有各界连结在一起的,正如你们一样,生命链是无法被断开的,你们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谁,你们无法获得平衡。 除非你们意识到了我们相互之间所能给予的一切,这就是,达到了,生命链的平衡。 当你们来到我身边时,当动物世界的存有们来到我身边时,我感到高兴,因为那时可以交流。 当母牛们在这片牧场上吃草时,我感觉到它们的振动,不过我所感觉到的会让你们吃惊。 那是恐惧的振动与圣爱的振动的一种混合。 动物们表达其圣爱的能力比我们要强,因为它们比我们更接近人类一点儿,然而我们在生活,在成长,在进化,而且和你们人类一样。 我们也会死去。 我们和你们属于同样的生命周期,但节奏要慢得多。 如果我们能加快自己的生命进程的话,你们将会非常惊讶地看到我们的物质身体,也就是木头。 是活的,在我们身上一切都在动,一切都是震动,和在你们身上一样。 然而你们只看到我们固定的形态,几乎是禁止不动的。 我们的生命不是永恒的,但我们可以活几百年,我们也会痛苦。 我们痛苦是由于人类,是由于种种灾难,但我们的痛苦与人类不同,因为我们没有情绪。 我们的痛苦是震动上的,所有各界都团结起来吧。 矿物界,我所在的植物界,与你们沟通过的微小族群。 动物界和人类都是行星地球的一部分,你们是我们之所示的一部分。 正如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你们之所示的一部分。 什么都不能将生命分开,生命是一体的,你们要明白这一点。 当你们损害某一界时,你们是在损害自己。 过去你们不明白这一点,但吃了苦头之后你们就会明白了,我在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向我提问。 问,这棵树活了多少个世纪? 莫尼克,他对我说,我不按世纪来计算,我更多地是按生命周期来计算。 对植物界来说,那些个世纪毫无意义,你们的时间跟我们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有些树活了一千多年,至于我,我远不止三百岁了。 问,树可以用枝干玩耍吗?可以让枝干移动吗? 亦或树就是禁止不动的。 如果你们能改变自己的振动频率,看到我动得有多厉害,那你们会感到非常吃惊。 在我身上一切都在动,我的枝干在动,我的叶子在动,这是你们看得见的,你们觉得固定不动的一切其实都在不停地动。 因为我们在成为物质之前是能量,就和你们完全一样。 我们很喜欢风抚摸我们,我们不喜欢风太大,因为那时它会伤害我们,但我们喜欢它的抚摸。 我们也以某种方式和风一起玩耍,问,苔藓会让树不舒服吗?苔藓阻碍我们呼吸,它们是由于目前生活缺乏和谐而产生的,苔藓过去一直多多少少的存在。 但从前的人会把它们从我们身上除去,因为它们知道苔藓让我们不舒服,想象一下你们的皮肤上,长出某种东西,是什么感觉吧? 那会让你们不舒服并阻碍皮肤呼吸,当我们的树干上有太多苔藓或藤蔓时,它们会使我们窒息而死。 问,我们是否一定要紧靠大树,把你们的心紧贴着你们喜欢的树会是有益的,假如你们只是走到它身边或背靠着它,那你们会感受到另一种振动,但如果你们的心紧贴着它的话,你们接收和送出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因为效果是不同的,人们常常更喜欢背靠着树,但这样的话它们让它看到的是自己封闭的那一面。 人们背后是没有面孔的,那是它们封闭的一面。 因此对人们和对我们来说,人像树展示出自己开放的一面会更为有益。 那一面能说话,能观看,具有心灵和双手。 问,有一个时期我后背疼,于是我就去背靠着大树,我真的感觉到它们使我恢复了能量,让我能够站直。 你们可以两者都做,当你们遇到一个人时,你们不会对它转过身去,而是会正面看着它,对一棵树也是如此。 假如你们走向大树,又对它转过身去,那你们接收到的东西,和你们面对它时,是不一样的。 但如果你们想要得到帮助,你们可以把背靠在树上并向它请求帮助。 你们人类假如背对背地交谈,那会显得很古怪。 你们应该理解这是怎样的一幅画面,你们有前面和后面,而你们是用自己的前面来运作的,不是用后面。 所有树木都和我一样,更喜欢人的前面而不是后面。 我帮助我周围的所有树木并用光照耀它们,我对它们来说很重要。 如果有一天我以自己的方式离开地球的话,它们会感到非常失落。 我那种宇宙地球振动会始终存在,但从我这里散发出来并散发到很远的那种东西将不再以过去的方式被感知到。 我是神圣的生命,神圣的力量,也是神圣的爱。 以我的方式,问,住在远处的人们没法到这里来,它们是否能远距离地与这棵树连接,它们能接收到同样的安宁与平静的能量吗? 你们人类尚未领悟你们在思想投射方面所具有的各种能力。 思想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你们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也就是你们意识的一部分,投向某个地点。 其实你们不知不觉中,在不断这样做,当你们把自己的思想投射到你们曾经历过美好事物的地点时,这些想法就会把你们带到那儿去。 所以说你们会自动进行微小的意识投射,这种意识投射是由你们的思想带来的,那么显而易见。 只要你们想来我这儿,你们自身的一部分就会真的来到我这儿,不过你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还是那句话,你们有种种巨大的能力却不加使用,你们说我是僵硬的,不动的,但你们比我还要僵硬。 尽管你们在动,我运用自己所有的能力,而你们只运用自己能力中,极小的一部分,你们不是禁止的,是活动的,我是禁止的,而我运用自己全部之所示,这就是你们与我的区别。 问,这棵树能否解释一下它对周围所有树的帮助,因为它说它能与很远的树沟通,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帮助吗? 莫尼克,他对我说,人类的运作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不过他们有同样的心灵感应能力,只是没有加以运用,就是说人们本可以与他们在世界另一端的兄弟用心灵感应进行沟通。 我们的心灵感应能力与你们不同,因为我们没有情感、情绪,也没有任何权利观念或特殊才能,心灵感应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使它变得更加发达了,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送出一个震动或一个声音。 而它们可以在世界另一端被感知到,也正因为如此,当许多树木被焚烧时我们会感到痛苦,我们能感觉到它们的痛苦以及所有死去的植物的痛苦,什么都阻碍不了我们与世界另一端沟通。 我们之所事实我们能够这样做,就是这样,当然,高大的树木,大师树木有着更强大的能力,你们可以把我们看作是植物界中的智者,是一些因日久天长,而吸收了很多东西的存有,不过是在震动上吸收的,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与你们的意识中, 吸收的,那是一种集体意识,因此与人类存有的意识完全不同,在自然界中,我可以说是为大智者,我帮助周围所有的树木,也保护它们,这种保护不仅限于我所在之处,还可以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和其他树木都经常与所有大师树木沟通, 无论它们在哪儿,因为我们正越来越多的联合起来,已向我们所有在火灾中,在地球目前经历的各种灾难中,死去的树木兄弟发送出震动,发送出平和与深爱的能量,当人类摧毁我们时, 我们对它们怀着深深的同情与尊重,我们也送给人类很多东西,人们砍倒一棵树固然是件悲伤的事,但当这棵树转变成精美的家具时,它仍继续活着。 当然,你们燃烧木头群卵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我们理解你们人类的局限性,假如我们像你们一样,说不定我们会抗争得更激烈的多呢? 我们有种种厉害的能力,我不会去说这些,但我们确实可以进行很多活动,比你们想象的多得多。 从前伐木工们对我们非常尊重,当他们砍伐一棵树时,他们会祈祷并请求他原谅,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树木,无论是为了带房子还是为了取满。 我说一点而题外话,人类需要取满,这一点植物界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不选择那些已结束其生命周期的树木呢? 为什么要选择那些年轻力壮,精神十足的树木呢? 森林中,有大量死去的树木或是在恶劣天气里倒下的树木啊? 我们很高兴能为人类服务,但你们为什么总是砍伐和毁掉森林呢? 你们太轻率,太无知了。 你们知道我们能给你们带来的那一切,比如净化空气,散发出氧气,吸收二氧化碳,但你们还没领悟到我们也是疗愈者。 树木和花草一样,能通过其振动治疗某些病症,树木和花草可以为人类服务。 你们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不想知道,不仅如此,你们还常常只为自己考虑,好好想想这一切吧。 莫尼克,她还对我说,我想让你们明白,我们的运作模式与人类的完全不同,各界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运作模式,但所有各界都相互需要。 矿物世界需要我们之所是,因为我们的根以其振动滋养着矿物,我们也需要矿物界,比如说我们的根里一定的有一些石头,这会,让我们感觉更舒服,也让我们能够呼吸。 因此矿物界对我们很重要,正如它们对你们很重要一样,矿物们也可以通过其发出的振动频率来治疗你们,所有各界相互之间都是有用的。 只有人类不知道这一点,在你们开始的这个新的生命周期中,即使你们没意识到这个新周期,将会出现各界生命的完美统一,将会出现和谐共处的状态。 过去当人类不再尊重环境,不再懂得他们周围的一切都有生命时,和谐的状态被打破了,这和谐将会回来,因为人类将会觉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奏 8月ig 16岁 7月 過于 6月 9月 感谢观看